师傅黄星灯从筒子中抽出一根竹串 沉入豆浆锅后再狩猎拉起 只见一张薄如铲衣的豆皮 便宛如魔术般挂在竹串上 并在稍微冷却后 被师傅挂到一旁架子上晾干 成为制作豆鸡、豆包、烧卷、鸡卷的原材料 每天一大早 师傅便会来到造型煮两大锅豆浆 并在煮沸后用电线吹凉表面 在纯瘦锅挑起一片片豆皮并晾干 反复持续这样的动作 直到无法再从豆浆锅挑起豆皮为止 往往一站可能就要上半天 这个不一定啦 时间是我们自己在公布 你看你要做多做久 你要做八个小时六个小时都可以 你要做十二个小时都可以 那像今天咧 现在冬天做的往都比较多 所以比较久 这项手工挑豆皮的绝学 就隐藏在新北市鹰哥区尖山里 当地里长介绍 早年尖山里黄挫街周围 家家户户曾以挑豆皮为主业 但随着悟患心仪 如今只剩下几户人家的师傅 继续以古法来制作 选用飞机改黄豆来制作豆皮 穿成这份记忆 是当地重要的文化资产 非常欢迎大家前来了解甚至选购 因为那个豆皮的工厂 其实都是在我们尖山公园的主要道路上 它的特色就是它都是纯手工的 那其实比较特别的是 它是用飞机改的黄豆 那不管是从豆浆 豆皮甚至最后是豆汁的话 它全部都是纯手工 那也可以分厚度 那有分厚的跟薄的 依照客户的不同需求 我们都可以客制化 非常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 这个不一样的传统的产业 在地居民也称赞 在地师傅们制作的手工豆皮 品质都很好 相传很扣 常买回家享用 并认为这项行业 可说是剑山里的骄傲 只可惜因为这项工作十分辛苦 不仅夏天需要顶着 40多度的高温来调豆皮 工作场所也很闷热 又不能随意走动 让这项手工挑豆皮的记忆 陷入后继无人的困境 很是可惜 我觉得这个豆皮 它本身就是说新鲜度非常的好 所以品质非常好 吃起来的口感很好 不管你是要做春卷 或者是做鸡卷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材料 就是说在地人才知道的 也是尖山里这边 也是一个很老很老的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其实也慢慢在萧条 因为很多年轻人不学这个了 所以也是有断层的问题 好的品质一定要传承下去 慢慢把这个传统的工业 这种行业 还是要有人来继承会比较好 受到大陆工厂低价豆皮影响 让台湾的手工挑豆皮行业 逐渐没落 但在新北英哥尖山里 仍有师傅延续这项家传手艺 甚至表示自己会做到不能做为止 希望让手工豆皮的好味道 得以继续飘香 记得刘雨婷新北报道